任俊飞打出了国家队生涯最出色的一场比赛 北京时间8月5日 中国南篮篮队在美河口国际南篮锦标赛 最后一场比赛 中意79比70击败了塞尔雷亚队 以三战全胜的战绩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前两场比赛 无前是中国队的得分尖兵 今天的比赛有些不一样 在无前前三截手感不佳的情况下 替补出战的任俊飞砍下28分 打出了自己在国家队的巅峰表现 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首截比赛 任俊飞并没有首发出战 结果首发的陆文博开场 没多久就意外受伤下场 临时批挂上阵的任俊飞毫不手软 登场就拿下5分 帮助中国队打开局面 首截比赛 任俊飞就拿下了8分 任俊飞今天最精彩的进攻场面是在第三截 他先是在中国队的一次快攻中 提前跑到左侧底角落位 随后接到快下队友的传球稳稳三分命中 这个球显出他现在对自己的三分球非常的有信心 四分钟过后 任俊飞在左侧底线处接球 他用脚步稍作试探后 原地起跳 用一记翻身跳投完成了进攻 这个流畅而华丽的动作简直 有些让人不敢相信是任俊飞做出来的 越投越有信心的任俊飞 在距离第三节比赛还剩2分02秒时 再度胡炳三分命中 拿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8分 第三节比赛前 杜丰提前换下任俊飞时 全场观众掌声雷动 今晚的任俊飞表现真的太出色了 出生于1990年的任俊飞已经在广东队打了9个赛季 但是此前他一直是以篮领球员的角色存在 职业生涯前七个赛季的场军出场时间 从来没有超过20分钟 得分和篮板的数据也非常一番 在当时众星云级的广东队 确实不需要他来得分 在近两个赛季 他才开始在广东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不过上赛季 他场军也只不过出战23.2分钟 贡献7.1分和4.5个篮板 已经28岁的他更是知道去年 才因为红蓝双国家队的成立 才首次获得了入选国家队的机会 第一年打国家队 任俊飞打得很一般 但是今年再次入选 又是在内线缺冰少将的情况下 任俊飞却突然爆发了 他先是在对阵伊朗的两场比赛中 就都拿到了19分 接着在对阵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中 也有不错的发挥 这次四国赛 他前两场比赛都拿到13分 今天更是打出了个人国家队最佳表现 拿到28分 这个能打三后卫和四后卫两个位置 防守积极 有着一手三分球的大个子 将在下赛季的CBA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Eri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